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美股实战周报 本期周报主题是熊牛转接 那我们看到标普500各大板块的中期趋势已经受到了威胁 但是从长期的趋势来看还是有不少的板块在一个长期的一个牛市当中 那接下来我们即将迎来最密集的一个财报季标普500里面三分之一的股票 以及道指接近三分之一的股票都会进行在这一周发布财报 那是否能够对接下来弱势的美股带来一些新的希望呢 我们一起往下看 简单的一个免得生命如果说你选择继续观看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那近期呢我们在做中长线计划的一个学员计划的一个试用优惠活动 那也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 大家也可以看我们的官网可以查看各个学员计划的一些不同 在我们的官网学院的官网LutraUS来到服务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各种的一些学员计划的一些介绍 以及中长线计划学员活动的这样的一个页面 好这边我们就不占领大家的时间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先看电子货币 电子货币那依然还是保持前面几周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那我觉得有些小的币种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底部的一个迹象 而且在放量之后啊 并没有跌回去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那可能还是一个漫长的一个筑底的过程 那由瑞波币还有XLM这两个小币种为首 我们看到是在一个漫长的这样的一个筑底的过程当中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币种 我们看到也是几乎是走平了 几乎是走平了 包括Neo还有说是以太坊还有Bitcoin Cash还有莱特币啊 那我觉得底部还是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运量当中啊 虽然说我觉得电子货币比特币可能还会有一腿下跌 或者说这一腿下跌将会通过时间来进行慢慢的一个耗损啊 所以这边可能需要时间慢慢的盘整最后走出来 或者说还有一腿下跌不破不立啊 那无论怎么样的话 我觉得这边可以先来一点点仓位了啊 先进一点点仓位如果说下跌下来到6000以下 5800 5500甚至5200 那我觉得会是绝佳的一个中期入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但毕竟市场不是你我开的 电子货币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上下震荡的一个风险啊 所以我们这边只能给出这样的一个剧本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然后结合自己的仓位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调仓啊 那现在目前呢我们是市刊群是有小部分的仓位 以及我们的电子货币blockchain gain 我也是告诉大家可以潜伏一些小的这样的一些币种啊 那警方接下来如果说底部瞬间的走出来的话 那将会开启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还是比较期待年底啊 已经19年电子货币可能潜在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潜伏布局的这样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机 或者说还有机会啊 或者说还有机会 那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电子货币 金银群跟我们一起实战电子货币 大家给扫码加入 那我们看看美股 那美股近期我们看到道指还是相对较强的 其他的各大股指呢 还是在一个overseal严重的一个超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 那离高点来说还是比较远 但很多股指我们看到全年的涨幅啊 基本上已经被消耗殆尽了 但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科技股 全年还是有领涨11 12%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的啊 但我们看到中小盘非常的弱啊 中小盘已经是跌破了200天均线 而且一直维持在200天均线 无论是从中小盘的这一个成长指数 还是中小盘的这一个价值指数 我们看到都是已经稳稳的在200天均线以下 开启了这样的一个熊市啊 开启这样的一个熊市 那接下来中小盘是否会拖累倒指 拖累科技纳斯达克 或者说标普500啊 这个比较综合的股指呢 我觉得有很多种情况啊 有很多很多种情况 那在周末的中长线计划视频里面 我也讲到了我们这个中期的啊 这样的一个上升通道还是存在的啊 那现在我们是呃 是否是一个四浪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极跌 然后我们接下来可能盘整过后啊 修复过后还会有五浪的一个新高 还是说我们这边可能已经五浪上涨结束了啊 最高的高点2940这边已经是最后的一个新高了 接下来几年将会是开启熊市 我觉得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啊 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啊 那我个人还是更期望说 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新高的啊 但是现在可能还是一个5050的概率 那短期来说的话 上一周的高点跟低点给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风险 以及啊短期的多空的一个界定啊 如果说站上上一周的高点 那我觉得短期还会有反弹 往40或是2860的位置去走 那如果说上一周的低点 如果一旦攻破的话 那我们还是会回测一下2700 甚至往更低的位置走啊 所以完全现在是一个区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易 以上周的一个低高点作为这样的一个界定啊 那如果说一旦突破向上 我觉得会有一波动能继续避空向上 如果说一旦跌破低点的话 还会有一波下刹啊 还有波下刹 那我们看到重大的底部通常都是有几个过程的 这里面有几个pattern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一个是小H 一个小写的H的pattern 我们看到在年初这次大跌的时候 这里也是有一个H 然后包括这里 我们看到这里也是一个H 那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小H的一个pattern 那这边也不妨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回测一下 然后在H形成之后出现一个W底 W底 那W底或者说是H 那可能接下来是我们寻找在图形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线索了 重要的一个线索 重要两个两条线索啊 那W底 W 很多都是W底 当然有一些也是H 这边也是一个H 对吧 这边也是一个H 很多都是H 那H当中呢 又有W底 那我们现在是找寻H跟W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大家也可以去到小时图或者是分钟图去找寻W底或者是H 那我觉得如果说是做短线的话 近期还是一个短线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天堂 短线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天堂 那可能更多适合短线的一些日内的投机多空的这样的一个转变 见好就收啊可能是现在目前短线交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啊 那从中长期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机会啊 可能会有机会那还得看这一次这一周财报季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呢 接下来可能我觉得在前面的周一周二啊可能更多是等待周三周四密集财报开启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慢慢的一个盘整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 当然也不排除有可能会像上一周这样道指非常强势的里面两只股票 PG跟American Express 逆势上涨由于财报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同时也是两个比较稳的属于价值的这种蓝筹大蓝筹公司啊 我们看到资金也是不断在流入这些价值的这些板块当中啊 价值的板块当中啊 所以我们也是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潜在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很多中长现在仓位呢 现在我们都已经转移到价值的一些股票当中了啊 就是相对来说较稳的PE值较低的有严重低估的 而且同时也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分红的防御性的这样的一些板块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投资者需要在策略方面需要的一个转变啊 不仅仅是心态迅速的调整 更重要的是策略上的一个转变 因为很有可能接下来无论美股还会不会有新高 接下来一两年可能都会开启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的一个熊市啊 那之前我也讲过从中期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 这可能是最后的一波上涨了 那是否有新高 无论最后涨多少 我觉得可能都没有关系了啊 因为最后还是会跌下来啊 最后还是会跌下来 那第一目标很有可能会是2600 然后往更低的位置2500、2400、2200去走啊 那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个超过10%的这样的一个correction 那这个现在延时还上早对吧 那很有可能会是接下来几年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那我们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心态上的调整 跟策略上的一个转变 那我们看看去图分享看多说话 那短期来说情绪还是非常负面的 通常来说这可能是有一个tradable的一个bottom 至少会有一个反弹那不一定会是一个大反转啊 那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那大反转通常可能会出现h或是w之后啊 可能才会出现这种前这种确认的大反转 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 呃 h走完或者说w底出来 对吧 所以我们还需要再等待 当然反弹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啊 那从纳斯达克大家熟知的科技指数来说 我们看这边情绪已经来到了接近到年初的啊 这一个最低点了啊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再往下跌一腿的话 接下来这个财报啊 科技股的这个财报 我们看到接下来几个重头 Microsoft 谷歌 还有Amazon发布财报 还有接下来可能下下周的苹果啊 接下来还有几周的这一个科技财报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奠定一个tradable的一个bottom tradable的一个bottom 那也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找机会其他指标进行一个抄底 那我们看总体来说各个不同的这个指标也做了一个汇总啊 这边就不一张不一张一张图给大家看了啊 大家可以经过这个汇总来看啊 基本上都是偏向于bullish的啊 基本上偏向于bullish的 无论从各个方面来看的话 现在目前都是一个极端的一个负面的情绪 通常意味着会有物极必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另外我们从基本面来看啊 就是排去技术面或者说情绪面来说的话 我们单从基本面来看的话 现在市场很有可能在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中 这张图我上周也是给大家看了 08年00年当时我们从不同的基本面来看的话 市场是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的 所以我们看到00年科技泡沫 08年金融危机 那现在1718年 我们看到也有很多的高风险的这些基本面点出现啊 都是在56或者是456 这种较高风险级别的这种基本面情况出现啊 那也是意味着接下来市场可能会在基本面恶化的情况下 直接拖入到熊市啊 当然这很有可能再继续延续几年 对吧 熊市这个在狗烟残喘几年也有可能 对吧 牛市啊 不好意思 牛市可能在狗烟残喘几年也有可能 另外这边美临时钟 那也是之前在实战熊市三里面讲到的一个概念啊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准的 那经济有周期市场也会有周期 任何事情万物之间啊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周期性在啊 那相信这个大家到底应该都懂啊 那这个规律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在通胀上升过热的过程当中 工业会走强 然后石油天然气会慢慢的啊 临涨 然后最后到公共事业 也就是我们现在见到utility 上周非常的强或近期非常的强 增长放缓可能是现在接下来的一个主题 因为我们可能经过了peak earning peak growth啊 GDP包括earning这个growth啊 财报业绩增长可能达到了一个高潮了 因为呃这个美联储的刺激也好啊 或者是川普的这种财政赤字也好 我觉得可能会达到了一个增长 开始放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 所以我们看到石油天然气对吧 走出自己独立的行情 那之前可能科技股基础原料领涨的行情 通胀上升这一段可能基本上 我觉得已经过了 现在我们可能是在一个啊 滞涨的这样的一个啊 滞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蔓延 我们看到公共事业开始走强啊 公共事业开始走强 原油天然气 我们看到也开始走出自己独立的行情啊 大宗商品周期性增长 防御性的这个板块开始变强啊 所以我们看到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过渡啊 这样的一个过渡啊 那我们可能离最后的衰退或者是熊市 还有一段距离 当然这个时钟啊 每一块很有可能是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的啊 所以这只能是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预判了啊 很难说掐到刚刚好某一天或是某一周的啊 但我觉得从年份来说的话很有可能在19年20年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衰退啊 或者说增长 这个放缓到了一定程度啊 进行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衰退啊 当然如果说川普啊 或者说美联储有其他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改变的话 也可能会影响这个时钟的这样的一个时机 那我们从资金流来看 大机构啊 Institutional Hedge Fund Mutual Fund等ETF这个Buyer 我们看到在上周五啊 虽然说周五的时候看上去盘面很弱啊 但我们从整一个这一个资金流来看的话 近期还是有买盘的 或说卖盘并没有很强 远远没有说当年啊 这个今年五月份是很有年初 一月份一月底跟二月份的那一次下跌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啊 其实似乎大机构在卖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 并没有看到很严重 同时我们看到当这一个散户啊 Dumb Money Dumb Money Dumb Money通常就是散户的 散户在卖出的过程当中 Smart Money反而是在买进啊 那这是两个极端啊 两个极端 Dumb Money在迅速的流出 Smart Money反而是来到了近期的一个 或者近几年的一个高点的位置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指标非常值得注意啊 非常值得注意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市场啊 外围一些市场 那种外围的市场 我们看到银行 欧洲的银行非常的糟糕啊 所以我们从经济性的这个增长板块到防御性板块 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啊 最近防御性的板块是主要的一个主题 里面包括了XLU 对吧 还有XLP 必须品消费 那宝洁 PG 其实就是必须品消费里面最大的一个公司 或者大家熟知的一个公司了啊 另外我们看美联储啊 美联储包括世界的央行 不断的在缩表或是紧缩 这也会对美股有一定的相应的影响 那预计到18年19年 各大资产负债表啊 各大央行资产负债表会迅速的缩减 收紧前根 那这也会对市场有一定的负面的影响啊 那RTI市场信心指标 那上一周是一个建仓 Buy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啊 预计市场方向是向上的 我们看到短暂的反弹之后啊 在接下来的这个周三周四周五又跌回来了啊 那我觉得接下来这周啊 还是不变的啊 这个还是以数学概率啊 接下来的大数据 这个之前的大数据来 概率性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指标啊 最后现在还是一个建仓 Buy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Use cash to buy debt with hedge 那同时也可以加入一些对冲 那不建议融资融卷 Don't use margin 预计市场方向是 side way or up 那虽然说从概率上来说 从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probability来说的话 现在可能倾向于说 这里盘整或者偏向上啊 建议大家可以去建仓去buy 但是啊 每一个独立的事件 都有可能有它的独立性啊 都有可能它的独立性 通常概率来说 虽然说是70%甚至80%的概率 但还有20%30%的概率 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啊 所以这边我们说的是一个概率事件啊 这不是百分之百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啊 那大概率的事件我们可以尝试去做 但是也要做好风险控制啊 也要做好风险控制 好吗 另外我们看看CMF 资金流趋势分享啊 趋势一栏啊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一个网页上来 我们看一下现在啊 各大指数其实资金流都非常的难看啊 都非常的难看 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啊 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转变 包括上周比较强的倒指啊 我们看到反而是资金流继续的恶化啊 资金流继续的恶化 那我觉得股指上来说的话 没什么太多好看的啊 没什么太多好看的 可能更多是短线的一些交易了 但是从其他品种来看 我们黄金资金流不错 原油不错天然气 依然走出自己独立的行情啊 所以就是我说的 寻找自己独 能走出自己独立行情的 那大众商品里面有好几个品种 都还是挺强的 包括其他的品种 美元国债对吧 这边资金流都不错 避险品种的话 资金流是有冲高回落的迹象 但是日元这边依然显示 市场还是有风险的啊 市场还是有风险的 包括中期的VIX 并没有怎么跌 短期的VIX VXX也是在高位盘整啊 说明市场还是有一定的 避险情绪有一定风险 那从板块来看的话 基本上也是一眼望过去 没什么好看的 除了能源以外啊 其他资金流 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弱 包括我们看到 还有这个防御性的板块啊 XLU XLP XLV 相对来说资金流较强 特别是XLU XLP防御性 最强的两个板块 在上周还是属于是 领涨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由于他们的权重性啊 并不是非常的大 所以对整体大盘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 整体大盘最后还是微幅的收跌或者是收平 道指呢是收涨 但是纳指呢是收跌 基本上是持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包括我们看到这边跟经济非常相关的 道琼斯交通指数也是非常的负面 虽然说资金流这边有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背离 来到了前低的位置但资金流是向上啊 我们这边要紧防 他也会继续一腿下去 或者说背离这边有效出现一个底部啊 WD也有可能对吧 也有可能 那如果说道琼斯交通指数这边触底的话 那我相信整体市场可能接下来也会啊 在他影响下继续反弹 那我们看到生化板块这边资金流也有些许的流入啊 所以如果说市场要反弹的话 生化板块我相信应该是首选的这样的一个强反弹的一个对象 因为他动能 还有他这个β值非常的高啊 因为半导体这边看上去也没有特别的好看啊 没有特别的好看 就总的来说各大板块还是不容乐观啊 不容乐观 那些次分板块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吧 XLC这个是新的这一个拆分出来的一个communication板块 看上去好像还行啊好像还行 Vanguard跟房地产相关的都很弱了啊都很弱了 包括Retail啊最近这个Sears这个 这个应该是几十年的百货公司啊 宣布破产了那也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吧 当然这个风波过后之后我相信年底又到了一个零售的一个旺季了 说不定也有机会啊 我们看这个区域系银行随着价钱不断的走低 这边其实是产生的一个背离 希望区域系银行能够走出自己独立的一个行情 利率走高其实应该利好区域系银行的啊 但我们看到其实股价上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应 希望说接下来能够有继续的反弹 或者说走出这样的一个阴霾带领市场往更高的位置走啊 原油开采类的原油服务类的还是有一定资金流的这样的一个正流入 金属类的最近美元又开始变强了啊 什么看金属类的继续走弱 包括基础原料类的金属类的都很差啊 尤其是金属类的基础原料类的已经走出了中期的一个熊市了啊 走出中期的一个熊市了 那农产品类的还是挺强的啊走出自己独立的行情大众商品类的 包括大众商品这个ETF DBC原油为首的原油为权重的这一个DBC ETF 这边资金流也是向上的啊 所以还是要寻找这种能够走出自己独立行情的板块 另外我们看一些科技权重股资金流都是比较难看的 包括这个Netflix报过财报也没有能够守住对吧 这个趋势线啊主力又跌回下来了 那现在我觉得包括接下来可能要发布财报的 Amazon Google 还有这个Microsoft很有可能也像Netflix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 财报好上来但是最后还是会对吧 来到趋势线主力跌下去啊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觉得有啊有 那Microsoft的资金流是相对来说好看一点点的 苹果这边也是啊苹果这边也是 那Tesla非常的难看 波音还算是比较强的在50天均线徘徊 中概股这边也出现了资金流这样的一个背离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TSM台湾最大的公司也是台积电啊 也是全球的一个算是领先的一个指标了啊 半导体还是在一个较低位资金流并不好看 包括英伟达周五的这样的一个下跌资金流也没有特别的好看啊 所以总体来说科技成长股还是不容乐观啊还是不容乐观啊 感觉趋势非常的熊 因为我们看MYNO 那的确是上周给了一个买入信号 那MYO现在也是恢复过来了 这边买盘也有跟进啊 那回到零线附近这个位置又遇到阻力了啊 又遇到阻力了 所以接下来要小心啊 一个超跌的反弹之后 现在并不超跌了 并不超卖了 那可能接下来有空间往下跌 那我们继续要观察买盘能不能跟上啊 买盘如果能跟上的话 走出这一个下降趋势 那我相信市场还是会有更高的反弹空间的啊 所以这个指标我们要继续关注 包括我们看到MYNO 再往上走一点点 马上又遇到波罗局面上延了啊 所以从超卖到马上要超买 很短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啊 所以这个市场更多可能是区间交易 真的不太好做啊 真的不太好做 短线的这样的一个投机者的天堂 那么看本周财报非常的密集啊 非常的密集 基本上每天都有重量级别的财报 影响了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走向 那如果说没有什么外围市场新闻的情况下啊 没有什么市场噪音的情况下 我相信投资者会更多的focus在财报上面啊 以及公司财报的这个展望 以及财报对接下来中期选举啊 川普政府接下来的政策以及贸易战 的这样的一些展望是如何的 AMD 这边相信应该是大家最关注的一支了啊 EPS不断的走强 那作为成长股来说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下 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惩罚 先是迅速拉上来又迅速的跌下来啊 这样的一个V型顶还是比较少见的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回测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回财回测一下这个顶部 或者说继续的啊 这个下降这个趋势被测试失败啊 继续往下走啊 也有这样的可能啊 那也是要看财报怎么样了 那我觉得市场还是对财报可能有一定的期望的啊 毕竟这个EPS还是不断的向上啊 不断的向上 那我看了一下期权有水 从这个期权的这个角度来说啊 套利的这个角度来说 Straddle应该是没有什么的有水的啊 因为定价已经是完完全全定死了 完完全全定死了 那AMD可能更多是要等财报之后 看看有没有抄抵押 或者说冯高做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财报之前可能期权是没什么有水的 那包括这个Mahattan Sociate 还有CRR 这些都是啊 Travago也是啊 这些很多公司基本上 期权已经完全把Average Move给定死了 那我觉得Irobat 还有这个Snapchat 可能还是有一点有水在的啊 Irobat 期权定价跟Average Move一样 Snapchat 平均的这一个涨跌幅 是比Average 比这个期权的Implied Move 要稍微的高一些 所以可能GrabHub Irobat 还有Snapchat 这边是有做Straddle Strangle的这样的一个潜力 同时买call买put 赌吧 赌这个大波动啊 那其他的一些公司可能不太熟悉 这边我就不讲了啊 这边我就不讲了 那上周我们也是做了几个Straddle Strangle 也都有不错的这样的效果吧 一个是PayPal 还有一个是做了这个Netflix的这样的一个Butterfly的一个策略啊 那我觉得很多这些大的这些公司 Microsoft 谷歌 还有这个 Amazon啊 这些期权可能期权金较贵的 或者说Implied Volatility较高的 这些可能我觉得都可以尝试用Butterfly去进行操作啊 那你可以上面买一个中轴较高的一个Butterfly 对吧 也可以在下面再买一个中轴较低的一个Butterfly啊 那只要定在你想要在的两个区间啊 那这边你花费一的成本 一的成本那潜在可能会有八的回报 也就是说你花了两倍的成本 那可能潜在有八的回报 有一比四的这个回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所以这几个我们可能会尝试做Butterfly 那上周的Netflix效果还可以吧 可以说就是如果说做错方向的话 亏损也不大 但如果说做对的话呢 还是有很大的回报 潜在一比八或一比四的这样的回报啊 那Amazon跟Butter 还有这个Google啊 还有这个Microsoft 这三个我相信肯定我们是要尝试去 用Butterfly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的 Butterfly进行这样的操作 那我觉得可能因为他之前的这样的一些历史规律来看的话啊 这几个其实期权定价来说都相对来说比较饱和 因为大公司啊大家比较熟悉 那基本上上涨或下跌的幅度都已经是被定死了 除非说像遇到Facebook这样的情况 当时是大跌2025%那没办法啊 那如果说只要是在区间之内的话啊 我们可以在中间找一个中轴把它定死在一个区间里面用Butterfly做这个区间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Instead of using straddle或是strangle去补读这个大波动 我们可能更多是希望它是在一个小幅范围震动啊 那本周的事件除了财报以外就是GDP第三季度GDP数字 那我觉得这两个都很重要啊 尤其在这个无头苍蝇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下 还是能够短线造成一些动能的 因为美联储主席也会出来讲话 那我们看到最近美联储只要出来讲话 或者是跟美联储相关的 或者说有加息继续加强啊 这个继续继续支持加息啊 像这样的言论出来的话市场都会有负面的反应啊 那我相信这次也不例外啊 除非说市场有了免疫力之后啊 那我觉得你可能就完全price in了 接下来可能要陆续不断加息的啊 或者是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了 就不管经济怎么样 不管川普怎么样 不管贸易战怎么样啊 继续加息 那这个市场现在目前还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反应 还是一个负面反应 然后欧洲方面还有加拿大方面也有一些相关的新闻 但可能预计事件影响较小 那各股的事件除了财报以外 还有IPO这边这个Yarty 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动能啊 但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多想象力的一个做 应该是保温杯保温瓶吧 可能喜欢登山或者是户外旅游的同学 应该知道这一个品牌啊 好像还不便宜啊 另外还有一些IPO的解禁 IPO解禁 基本上解禁之后都是跌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节奏啊 甚至说有些已经提前开始跌了 然后静默期也有这个去头条 静默期还有说这个医药王 静默期应该也是会有一定的动能啊 机构应该也是会给出清一色的评级买入 给它较高的目标价 那看市场是否买账了啊 那我们看到这边 就是annual meeting Investor day analyst meeting等等等等啊 project dividend increase 还有一些fat speaker 在10月24号啊 各大联储主席都会出来讲话啊 然后还有就是汽车的一些数据 还有科技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会议 药股这边也有一些事件 都是一些大的药物公司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最近我们看到生化板块是挺强的 尤其是这些比较有价值的大药股 EI Lilly, Pfizer, Galea Science, GSK, Johnson & Johnson 这都是还是挺强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Box Office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AT&T这边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只中长期的一只持股 另外我们看Biron Mansion也讲到了很多 中盖的股票BATS对吧 讲到了一些银行 接下来可能潜在遇到的一些挑战跟机遇 大家也可以上Biron的这个官网 去订阅他的周刊 可以去试用去查看 再一次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每周的实战周报 中长线的这个内容 选股的内容还是放在中长线的计划学员视频里面 也是周六已经发出出去了 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看 也可以去订阅我们的中长线计划学员 适用30天只需要19块9块9 再次感谢大家 如果说还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话 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 RetroUS 以及叫到我们接下来群台一起实战美股 期权激货 电子货币 更多信息 让我们官网获取 Until next time Trick green and stay profitabl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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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